前两年中国有嘻哈这个选秀节目播出之后呢诞生了一批嘻哈歌手 我们本来呢认为会有一些同样的优秀的嘻哈作品会诞生并且流传下来 可是到今天来看呢好像并没有发现什么非常好的嘻哈作品 当然这个喊麦和嘻哈是两件事情啊 像金雷这种他不属于嘻哈这种艺术形式 就非常的可惜为什么 因为很多人会觉得说不会吧 因为嘻哈是黑人的艺术啊 我们这边老百姓不接受是很正常的呀 可是我们却接受那么多西方的那些嘻哈作品 同样从一些音乐创作的角度来讲的话 我觉得我们的音乐问题并不是很大 大在什么地方呢 大其实是在在我们歌词的地方 歌词首先第一点 我们的格局不够 我们更多的嘻哈作品描写的都是 互相因为怼而怼的这种歌词 比方说你这样子瞧不起我 我就要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 对吧 或者你不懂嘻哈 你根本就不是这个圈子的人 或者怎么样怼来怼去 未免太小了 格局太小了 你对社会的观察太小了 你生活在整个社会里面 嗯因为说句实话 如果大家好好的去听一些西方的嘻哈作品的话 会给你一个什么大的感觉呢 就是说你好像整个天下天地你都能看得到 当然我们也能看到特别low的那种黑人对骂的东西 可是有一些作品它就表达的特别到尾 我们今天要聊的这一首就是由皮扎姆创作并且演唱的 安妮的刀 嗯 大家简单看一下这个歌词啊 因为是英文的歌词 所以我们必须把它翻译成中文来和大家来聊 嗯 而且歌词特别长 我们摘几段来聊一聊啊 刚开始的一部分呢 其实是一个有旋律旋律旋律线旋律线的这个歌词啊 我瀕临丧失的丧失意志的底线 你离开了太久的时间耗尽 我需要一个医生 为我叫一个医生 我需要一个医生啊 让我起死回生 嗯 因为这个歌曲的这个创作背景呢 还要跟大家来交代一下 皮扎姆当年出道的时候 因为他是白人 所以在整个黑人的圈子里面是不接纳他的啊 所以他基本上是没有机会出来的 可是就在这个时候呢 就是有一个黑人唱片公司的一个嗯 老总啊 并且他也是一个黑人歌手 他堵下了他所有的家当 就是为了让皮扎姆出专辑 希望他能够出来 因为他发现了一个人才 他觉得他肯定能出来啊 但是他堵上一切的时候呢 所有的人都会看出来他说 你一个黑人 你为什么要帮助白人来做这样的事情 啊 这不是属于白人的天下 所以呢 他顶了非常大的压力来做这件事情 皮扎姆呢 出了第一张专辑之后 一下子就火了起来了 啊 可以说是一炮而火 火了起来之后 大家才发现哇 皮扎姆不是一般的厉害啊 他真的是可以这个舌战群儒的这么厉害 当皮扎姆啊 已经过得很好的时候呢 他的这个导师 同样也叫Dokta的这个导师 嗯 自己的儿子死了 死了之后呢 他从此就一蹶不振了 然后整个事业也就坍塌下去了啊 并且最后到生命垂危的边缘 所以皮扎姆为了拉他一把啊 要把他从当时的这个环境里面给拯救起来的时候 写了这么一首歌曲 并且这首歌也是跟他的这个导师一起来演唱啊 在格兰美上面造成了极大的轰盗 嗯 他的老师因为也也叫Dokta嘛 所以呢 和医生这个Dokta正好啊 也这个读音是一样的 所以他这首歌叫I need a daughter 叫I need a daughter的时候呢 他其实有两层意思啊 一层意思就是说啊 我我需要给他找一个找一个医生 另外一层的意思是什么呢 就是说我需要你振作起来啊 当年你帮了我 我现在一定要帮你啊 所以大家来看看这些歌词 其实这歌词来说的话 好处是在哪 好的地方是在于他们的这个前后的押韵啊 和这个韵脚特别好 而且他故事的利益特别好 可是不像中文 中文你可能改掉一两个字 有时候你会觉得不行 其实他这里面的很多字的 你你换一句换两句 其实问题不是很大 所以呢 在整个英文里面来讲的话呢 像这样子的歌曲 嗯 他选择的这个题材 其实让我感觉它更像我们中文歌 应该写出来的题材 对不对 像不像我们这种儒家的这种一日为师 终生为父的这种感觉呢 知恩图报的这种感觉 这更像我们 而且中文词有更多更优秀的更更加 呃让人回味特别大的这种东西存在 比方说你想想看我们光说我字有多少种表达方式啊 英文可能只有爱只有密对不对 我们中文有什么 有我有撒家啊 有寡人有郑 对吧 有臣妾啊 有这个 呃还有什么了 还有这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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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哀家对不对 举举不胜举 估计两两三百种都有啊 甚至我们我们看在表达一个少女表达一个老年人的时候 她能用这种红颜白发这这种表达方式来表达啊 这个英文是很难有这样子的这种文学的表达的这种模式的啊 包括我们看方文山写的那些词啊 那个像清华词什么 晕开了结局这种晕字啊 包括我们要夺门而出这种夺字啊 包括我们以老卖老这种以字像这种字所用的这种韵味啊 能细细体味的这种韵味在英文里面是没有的 所以其实如果我们把格局放大一点 然后我们能把我们自己的这种精神融入到歌里面的话 其实我们是可以创作出 嗯 非常好的这种歌曲的 呃 当然很可惜这首歌曲是 是老外他们创作出来的 同时呢 我在想因为我们现在整个音乐的环境 呃和以前真的是没有办法比 所以很多的人才真的是没有办法 能把他们的价值给发挥出来 我们之前在录音棚的时候就经常一整天都看到非常厉害的这些人 可是这些厉害的人他必须要组织在一起 才会发挥到最大的价值啊 比方说词作者和曲作者他得天天磨合啊 磨到一定的程度的时候 他的词曲才会发挥很大的价值 并且盯着编曲啊录音啊 和声啊缩混啊啊母带啊 这些东西每一个环节都需要大家临在一起 可是现在啊我之前看到啊 呃林俊杰在那说嘛说大家去直播间去刷礼物可以不吝啬啊 可是你花个三块钱去下载一首歌曲的时候 却好像这个舍不得去花这个钱 所以这个也是我们现在整个环境给我们带来的 在创作上面的一些问题啊 可是我们先了解了这些事情的原委之后呢 我想这些嘻哈歌手们呃这些刚刚出了一些名的 嗯想要走得更远的这些好朋友们 我希望大家能够能暂时先规避一下这个商业社会给我们带来的这种嘈杂感 我们真的好好去想一想为什么我们在很多音乐方面啊 除了除了音乐的本身我们在歌词方面 嗯还很难和欧美的那些人竞争 虽然我们的文字比他们在文字上面拥有更加独厚 独天独厚的这些条件啊 也许早些年我们的中文差点就要被消灭了 差点就要变成拼音甚至拉丁这种了 可是电脑出来之后中文真的咸鱼翻身了啊 一个字一个音太符合现在的电脑时代了 太符合我们这种网络时代了 所以中文咸鱼翻身之后 我们的歌词的价值一定要让它突出出来 好我们今天就说到这儿